這是我第一次殺青的時候收到花 然後滿感動的 殺青感言 是在殺青嗎 很開心啊 無微雜聲 其實就是一開始我以為就都還好 但是差不多到了尾聲的時候 就真的會覺得有一點捨不得 我們四個人就抱著導演 就當下有點快憋不住了 就是人快哭出來 但是我憋住了 就我還是憋住了 我就覺得 其實還是 對我們四個都在憋 他其實很可愛 他就是比較滿人 然後很調皮啊 他有時候也會 就是在我需要他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 有時候買咖啡的時候 買咖啡的時候 我覺得所以你給你這個弟弟在拿幫我買咖啡 我覺得他比較像一個大哥哥 然後一開始我會 我會一直害怕我是不是太幼稚 但是我就覺得我是人弟弟 我勢必要展現出比較真實大男孩的自己 我害怕讓人家感受到不舒服 對因為畢竟我們剛見面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是要最親密最緊密的兩個人 但是如果一開始就是 就感覺到不舒服了 那可能我就覺得後面很痛苦 對然後我本來覺得我們開始慢慢拍之後 就是慢慢的情感就會升溫 然後我覺得他也有被我打開了 就是他一開始溫溫的到現在 他也是在現場也是跟我一起打鬧 然後我們兩個就很常一起演 對然後就是整個環境 然後讓自己的工作狀態 可以更輕鬆然後更投入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常常就像感情戲啊 或是什麼一些比較重情緒的戲 我也會需要他給我一些東西 他只要跟我說我需要你 或是他只要看我一下我就覺得說 我就可以抓到 就我們兩個有個默契啦 對他也給我很多安全感 我們知道什麼時候要幫助對方 就真的很謝謝他 我需要的就是他都會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的關係就是真的太緊密了 就是我覺得比一家人更 昇華了更多 互相 對互相 這個跟Dick互相 沒有泳結就沒有幸福 沒錯 在我需要的時候他都會 毫不吝嗇的說好 對 所以很謝謝他 來聽